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压城政策持续对中东局势造成影响,近年关系已正常化的以色列与土耳其双方领袖金十一日恶言相向互相指控对方涉及恐怖主义。 综合外媒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多根 Recep Tayyip Erdogan在伊斯坦堡的演说中表示,对于美国的这项政策,他将抗争到底。 埃多根说,巴勒斯坦是无辜的受害者,至于以色列则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我们不会放弃耶路撒冷任由毁掉孩童的国家宰治。 就在数小时后,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Penjamin Netanyu也不甘示弱地回击,纳坦亚胡在巴黎进行访问时说,收到一个轰炸库的族村民将记者囚禁,帮助伊朗逃避国际制裁,支持恐怖分子杀害无辜的领导人送出这道德谴责,真的让我很不习惯。 土耳其与以色列近年来的关系正常化,但川普在今日的耶路撒冷政策让双方领导掀起一波口水战,让中东利益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动荡。